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之前市府说他们去勘察过都没问题 那么到底崩塌谁知过 赶好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结构技师公会理事长徐茂钦 徐理事长 阿关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结构技师公会理事长徐茂钦 好 邀请到郭伴发言人黄世修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陈宜君 阿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温朗东 阿关好 大家好 邀请到师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台湾市议员黄敬平 阿关大家平安 好 今天一开始 刚刚要带你来关心这起崩塌意外 想不到市府说有人诚情过 他们也勘察过 勘察的当时他们说都没问题 其实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监管处的确收到了相关的书面的申诉 那也即刻了 包括请陈浩监造 还有专业的工程人员到现场 来做相关的勘察 当时的了解 并没有是直接的相关联 因为当时正在做连续笔 但还没有开始开挖 所以当时就依照相关的处理规则 好 来进行 那现在当然我们 昨天了解是 舰上往下挖到第三层 大概十二米的地方 那当时还没有完全做大底 那就造成整个压力承受凸起 然后连续笔折断 所以造成临边的坚武有些倾斜 然后下线 好 朗东我也听不清楚市长到底在说什么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一次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会不会扩大 他都没有提出具体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崩塌 以前朗东你也在建设工程做过 是不是真的很离谱 对啊 通常来讲的话 像这样子所谓的天坑 一般来讲四五米的直径已经很大了 这次竟然是整栋楼 直接二楼变一楼 一楼变地下室 昨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住户们就发现说 这个房子好像已经在下沉 然后听到工地那些砰的一声 然后接下来就听到很多声音 在工地那边他们已经逐渐在撤离了 撤离了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通知这些住户 要这些住户是说 现在出现了危险要赶快离开 所以这些住户陆陆续续的 这样撤离了两三百人之后 接下来就有些人在外面 就是看着他们的房子 就用手机啊 各种房子去拍 有各种角度 看到那个房子从二楼成到一楼 其中一栋是这样 而且牵连到五六栋 联动的一个建筑 问题在于是说 其实所有的这个建案 在施工之前 都有临防鉴定的一个工作 那我自己也去参与了 在建商工作这个时候 会有土木祭司跟建商的人 然后去到住户的家里面 去看看你家里面 那个墙壁有没有裂缝 因为他要确定说 这个裂缝是本来就存在的 还是在后来施工之后所造成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局 所以他旁边有一个工地 那工地施工之后呢 竟然造成了临宅不只是毁损 而且崩塌 而且崩塌的范围 就像朗东刚刚所说的 它不是只一栋楼 它现在可能已经扩大到五栋楼 甚至六栋楼 而且崩塌的情况非常惊悚 是一楼已经全部不见了 没错 变成地下室了 这是画面上可以看到 是非常惊悚的崩塌情况 但是更离谱的是 第一时间建商先撤离他的工人 不是通知老百姓 没错 建商一定也是知道 他的做法上面 有某一些偷工减料 但是问题 一听到声音就知道 大事不妙 整个层要塌掉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说 除了他自己工人要撤 同一时间 马上联络消防车 马上联络附近的居民 叫居民全部紧急撤离 他甚至不是有那些大声工吗 大声工就可以喊 结果他隔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才叫居民去撤离 光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建商的心态是非常地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要讲市府的这个问题 八个月前的这个时候 住户就发现说自己家里面 怎么多了很多裂缝 我每天都住在自己家里面 看到这个墙壁 就知道哪些墙壁的裂缝 是新长出来的嘛 而且旁边又刚好有个工地 旁边又有工地正在施工 于是乎他们多次的 去跟蒋安安的市府陈情 四月五月的时候 公文就发给蒋安的这个市府 结果蒋安六月多的时候 就派人去看一看 看看结果就是说 没有公安的这个疑虑 说那个裂缝 是在两个家乘之间 可能是木头跟水泥之间 什么都没了理由 他就说那个裂缝其实没事了 其实我现在整栋楼这样垮下来 所以其实这事情 非常的一个简单的是说 只要调出当初都发局 还有最一开始 临防鉴定的一个照片 就知道到底做成当中 有没有人卫照文书 有没有人作假 以及市府到底 有没有包庇这个建商 好 所以这不是草间人命 什么才是草间人命 宜君 你指控都发局说谎 都发局哪里说谎 因为其实昨天下午 我仍旧在现场了 那我相信这个建设公司的 这些工地的工人 我们都比手画脚的跟他说 这个一楼就是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下线的这个公寓 我们已经告诉他说 这个他的门 已经弯曲的这个非常的严重 甚至那个门的栏杆 整个扭曲 整个好像快被折断一样 已经告诉他说 这一层楼已经有问题了 那现在什么时候 下午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大概四点的时候 下午四点你就发现 竟然连门都弯曲了 这非常严重 地层已经下线了 那崩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在昨天晚上大概七点 你收到的 四点到七点 是否做了什么 没有做什么 但是更让人家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更让人家更生气的是什么 我很心疼这些大职的居民 因为早就在两个多月前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有这个损零的状况 而且不只是一栋房子 将近四五栋的房子 每户家里都 那个裂痕相当的严重 甚至还有漏水 渗水的状况 也抓楼抓了很久 但是呢 我跟他说我来处理 他们说不用 他们相信台北市政府 他们决定跟台北市政府 来申诉来澄清 这个就是在两个多月前的事情 那当时候他说 如果市政府不处理的话 我才找民意代表 所以我昨天才会接受 这样子的澄清去到现场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6月21号的时候 所以这个澄清 是在6月21号之前 所以这个市政府 他们也去做了这个 初步的这个判定书 结果呢 这个判定是 没有损零的状况啊 所以这个让这个 住在那边的民众 感到心非常寒 那这个6月21号做完了鉴定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鉴定单位是哪个单位 鉴定单位是 这个建商 建商跟他们找来的 的这个单位 还有都发局 都发局也有盖章吗 对啊 都发局会同建商找来的 专业技师来做的鉴定 是没有错 那7月6号的时候 他们还甚至发文 发文说 这个你看 这个没有损零的疑虑 这个争议 那是谁发文呢 然后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都发局 交给我负责啊 与列管 对啊是啊 没有错啊 那其实早在这个 7月6号之前 这个他们已经 曾请台北市政府 很多次了 那其实在 刚刚朗东说 其实居民陈勤 抗议 已经8个月了 6个月 是6个月的 是6个月 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候我口误啊 所以大家都以为是8个月 是6个月 已经抗争6个月了 对但是没有错 但是我手上这些的照片 是在我大概 一两个月前拍的 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民众家里 要进去他家的 这个门口的这个柱子 已经裂开了 而且你看这个裂开 这么长 这么长的一个裂痕 那这个裂痕呢 它的深度是高达 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一个女生的手 一个女生的手 其实都可以伸进去 因为我伸进去 这是大楼的外观吗 大楼的外观 那甚至更 更可悲的是什么 更可悲的是 你看这个 我进去这个住户的家门 他家的墙壁 这一户还不是最严重的 已经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墙壁的瓷砖 都已经这个剥落了 那这个地板 其实也是 相当的严重 那再来 这是住户的家里 这是家里面 这是他的家里面 你看他的家里面 打开窗户 他旁边的这个墙壁 已经开始在破裂 而且瓷砖都剥落了 都剥落了 这是几月的事情 这个是大概 前两个月的事情 也就是七月份的事情 他说他跟市府成情 但是我不放心 所以我早就帮他 都拍好了 那再来 他家因为有漏水 他不只是这个瓷砖 他脱落 他还漏水 那这个他说建商 其实真的大指的人 非常的善良 他说建商很有诚意 在帮他解决 所以打针抓漏 这个地上全都是水 这都是臂癌 这个是民众的房子 之前建商在施工之前 都不是这样子 那两个月前 这些都是建商 那个案子施工之后 造成的零损 是没有错 那建商做了什么呢 除了帮他抓漏之外 还用这个 这个涂涂抹抹的 用这个水泥帮他在这边掩饰太平 我认为就是以拖待变 那再来我再说最后一个 昨天民众自己在换家里的门 这个门我不管怎么关 关不起来 关不起来啊 那表示他已经变形了 武动以上都是这样啊 好 这个来宜君这一份照片借给我 我都会再来讨论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整个民宅崩塌 但是我就先讨论都发局 都发局去现场勘察 然后他说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都发局应该是我们师傅里头 非常专业的公务单位 那我就光用肉眼 请我们的技师来看 我们等会再来讲 为什么会发生崩塌 但是肉眼所见 这些不管是在外观 的这么大的缝 他说人的手都可以伸进去 包括到大门的扭曲变形 不能关到屋内的瓷砖崩塌 剥落漏水 这个可以说没有问题吗 这就是一般 青菜我告诉你 一般人们看 说这个家一定有问题 我们的独发局可以说没有问题吗 那技师 观光看这个照片这没有问题吗 看这个照片的话确实是不安全 观光看照片就不安全了 对不对 不要说现场 这是事实 因为因为这栋有没有 就是说在现场来看有没有 这是他的基地 这个建仓的这个基地 那导调是这一栋 导调就是这一个 那现在呢 因为这边是 那个很不安全 还没有回田 好 这个是建商的问题 但我要先讲都发局 我们政府关完 我们去澄清 刚才宜居也说 我们也没讲 这最新的我们的 大家是政府啊 去澄清啊 来拜托你来勘察 来勘察 他说这都没问题 我说这就是有眼睛的人 看人们都有问题 我们的都发局可以说 这没有问题 对啦 我是说因为 昨天我还是要报告 如果你是都发局官员 你到现场 你会说这个事情没有问题吗 当然这个事 一定要再做一步的 是不是探讨一下 这个是不是因为 他所造成的 如果是都发局 或是这个基石来看的话 应该是还会再进一步的时候 你这个是不是因为 是之前的 是不是之前的 还是说现在所周 有这个建案之后 这边是 安民众说那就是 他旁边的基地 这么做成的嘛 以前都没有嘛 所以说这个可以比对 就像刚刚我们来宾所讲的 他要起床进展 有没有 他都会先去做一个现况鉴定 然后到现在 这个时间之后有没有 他会做一个比对 来我跟你说 对 我用common sense来说 这问题如果关不上 进展或过来年前都关不上 这个问题没收你 那不可能的事情 大大值的人 不要说是大大值的人 一般民众 我们当时问题关不上 一定来出门结婚 大家 看大家出多少来收你这个问题 所以这当然一定是 近期才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这个建案 施工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嘛 怎么可能 过去就这样都不用修理 要都待那过来年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当然跟这个建案息息相关嘛 我认为最可恶的是 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公文 表示说没有安全之余 所以你看7月6号 那之后呢 就是建商就不断的 拿着这个公文 好像免死金牌一样 在那边不断的施工 不断的开挖 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建案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这个建案会波及零射 来 范老师 我觉得这些居民事先 已经多次跟市府成情 居民犯了什么错呢 就是太相信我们市府了 相信政府 他们甚至无奈到自立救济 在他们的大楼 公寓门口贴一个号召 用纸贴了一个号召 昭示说我们这栋楼 因为机态的因素 造成内部的 就是这个文 对不对 住我好可怜 为了居住安全 所以呼吁住户 密切注意你的住家 是不是有发生 均裂各种情况 所以他说了 来 他说近期因为 机态建设施工 民众都正文是建设施工 导致本公寓一楼住户的 室内室外墙面都均裂 墙面阶梯之间出现裂缝 室内房门 因为倾斜甚至房门关不起来 房门关不起来 但是我们的都发局去现场 勘察之后说 特洞没问题 真安全 你想想看门都关不起来 这个已经不是说 我肉有盐的问题 直接感受 平常门可以关起来 像门关不起来 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门关不起来 小偷跑进来怎么办 门关不起来 我的安全如何 所以你认为住户会 门关不起来长期不修理 不可能 发出非常微弱而无奈的 对外求救的讯号 可是为什么都发局 视若罔闻 还做出这个鉴定说 没有问题 大家 没问题 大家好好的住 你们的错觉 把责任全部的往外拖 完全的帮基态在保驾护航 我不要讲 贾安安 你前面去上海 很风光对不对 跟上海市长见面 发表演讲 在上海慢跑 吸引了上海民众对你的欢迎 请问一下 这些在大职的居民 他们在那边嗷嗷逮捕 等待你都发局的协助的时候 你跑去上海 做你的个人政治秀 我合理怀疑 基态先生跟市府关系不错 没有错 甚至跟都发局关系不错 我合理怀疑 然后今天更好笑 因为这个蜘蛛看都知道有问题 为什么突发局的说特朗 然后今天更好笑 这个选区的立委是谁 王洪威 我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宜君 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 跟这些 走来走去 好 王洪威呢 我看到好像不见 他不是最关心屏东了吗 停车场吗 他是不分区立委 管到全台湾的事情 管绿电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发其中的 十分之一的力量 来关心大职这个事情 好 那今天件事 有没有给这些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相关的政治人物 或地方什么投人 有没有给好处 或给政治信息 王洪威去年的立委补选 拿了基态建设30万 那就王洪威拿吗 他今天有讲 他说减苏培 什么 王炳生也有拿了 这个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人家不是这个选区 人家在大安文山 对不对 你是这个选区的立委 你有责任 有义务 在这个时候 站在第一线 跟当地的选民 站在一起 我们之后也查一查 讲完当初在选市长的时候 又有没有基态建设的 政治现金 对 真的还可以查吗 对 所以我觉得王洪威 你先是打绿电 说绿电很糟糕 民进党跟绿电勾结 结果你拿了 台泥张合 绿能50万 拿了贯德绿能10万 你拿绿能的钱 批评绿能 你拿贯德的政治现金 可是你今天对于这件事情 我感觉他的关心不够 我觉得他可以做出 更积极的 对这些民众的更多的贡献 好 跟我们谈的是市府的责任 那我们来谈基态建设 这家公司全颗累累啊 对 基态建设后 其实他在2014年 就是9年前的时候 在信义区无心街 有一个基态地景 我跟你讲 这家公司从英宅做到豪宅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上市建商 过来他过去是做英宅 做英宅做了贪金 现在还做到豪宅 但是今天他的这个股价 也一度跳停 跌了1.45块 这个跌到13块多了 那他当然这两天 他也紧急灭火 宣布这个大直 大直的这个建案 基态大直 他要这个宣布停工 那当然造成这么严重的 甚至我认为这个死灶 可能恐怕以后都会有问题 建造是已经给他 好 我先讲他的前科 就第一个 他的建案当时 没有像这次这个大直 这么严重 当时在无心街的 这个基态地 一样啊 住家倾斜 钢筋裸露 然后门歪斜 都几乎没办法住了 所以后来当时 也是靠议员 这个有跟许淑华 议员陈勤 虽然他出来开协调会 去这个丁市政府 然后出来帮他们做这个协调 最后建商才在做 零损的这个部分 做一个补墙 以及把他做一个重新修缮 这个风波才平息 那一次的Lucky 我是说信义区的那次基态地景 他是没有房屋 整个像现在这样 二楼变一楼 一楼变地下室 如果当时 这不是房第一次啊 对吧 过去也房过 所以他以前就有这样子 所以网友才会讲说 你到底你会不会盖房子啊 刚刚我们不是在讲说 他是起家吗 他基态的组 我们现在盖到豪宅 那你现在盖豪宅 这个基态大直 一户要卖144万 虽然说平均成家 一瓶 我说一瓶 我现在讲都是单价一瓶 不可能说一户加 因为他有分20瓶 一瓶卖到144万 他是平均成交说 落在134到135 或是140 但是有人说 有一瓶到144万 所以算是很高级的豪宅 20瓶就要快3000万 好 前科第二个是 基态建设的董事长 陈世民先生 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 还被检察官 讯后用200万元 交保限制住居 因为被投资人 跟地检署检举 指控他 他们违法吸金 有十多人受害 违法吸金的金额 高达上亿元 他怎么吸 当时他们 本来就是要 这些投资人说 要跟基态建设要买房子 买一买之后 他就说 带这些投资人 去大陆看房子 而且在那边说什么 他们有一个合建案 然后请他们投资人 从买房子的 摇生一变 说要变成他股东 然后要请他们 再多叫一些钱 然后投资 然后结果没想到 后来发现说 好像是一场骗局 反正就有投资人 跑到地检署 去按您控告 那检察官 后来开始去调查 这个案子 也的确传了 这个基态建设董事长 发现他们这个嫌疑重大 所以才会限制他住居 限制他住境 所以今天 他也是这个案子 被列为被告 那投资人也去告他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还是上市公司 那你是不是要讲清楚 你为什么从盖房子 变成说要去大陆盖这个建案 第三个 这个他的一个前科 就跟大家讲 当时啊 这个2019年 还有媒体报导 那个陈世民 他跟另外一个这个商人 陈世民就是基地建设的 当属长对吧 对 他是当属长 他跟这个 有一个钢铁大人 叫蔡希奇 蔡董 他跟他兜售一个 上月的豪宅 还跟他说三年内 我再跟你原价买回 如果 没贪钱我给你买回来 对 很多建商都会这样 结果没想到 你就算你讲的人没有当真 人家被听的人 被告知的人 你讲话我会当真 所以这个冲档 蔡董他就当真了 结果没想到好时不时 2019年跟人家讲 这两三年房价真的是 不怎么样 还损失了上千万 那这个蔡董当然就不爽了 你当初承诺三年内 要把这个房子买回 可是基地建设不愿意履约 结果气得蔡董 一撞告到法院 所以 你当时承诺人家的 你又这个跳票了 那第四个这个黑资料也是 这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高家 于是在地的这个内湖南港的立委 他有提到 他说他昨天听到这个消息 陈一军议员去这个协助他们地方 澄清 他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在送那个建造的时候 你要知道 建商在送建造 他必须争取更多的容积率 容积空间 他有利于他的这个前后零路的位置 他房子会更好卖 所以当时他就把旁边有民众他们失色的围离 那是合法的围离 被他拆掉 找黑衣人拆掉 然后结果他拆掉之后 还送了一个假的图面 高家于说 当时被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把一个假的建造的审查的图面 送到市政府都发局建管出去审查 然后同时也叫黑衣人去现场 把那个其他民众 附近民众当地人失色的围离 把他整个拆掉 民众找高家于立委陈情 高家于到现场协调 还警告市政府 你不能去卫虎作仓 去帮他们这样子做 那结果基带建设当时还去高家于委员 而且还找了这个人家 高家于说他被恐吓 所以找了黑衣人恐吓他 对 所以连立法委员他都敢这么做的话 你就知道说 如果一个建设公司这样胆大包天 我建议宜军议员 以后你就盯着这样 以前我处理过类似这种建商 列管他的死照 不得让他封顶 那死照不得发 他处理没处理完这个案子 他这个案子等于打差 那他买了这个房子的租屋 当然很倒霉 但是他们会去告建商 你就要把这个案子 从头到尾卡到尾 不准发死照 你不准再把房子卖下去 你看着这家建设公司 怎么样把这个案子 完完全整的走下去 他要赔了可惨 好来 宜君 这家公司是 前科雷雷 黑历史伊塔拉谷的公司 不过在昨天傍晚 大概快凌晨的时候 他有透过这个中间人 打电话给我说 他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那我们 你说基台建设吗 对对对没有错 那所以我也希望说 他可以说到做到 但是我个人的癥结点 是在于说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可以发给他 这样子的一个公文 帮他背书 让他继续的 在那边工程继续的执行 才会造成 其实那边不只是 有一个工地 旁边有另外一个工地 两边同时都在出土 所以说这个才会造成 所以那边是两个工地 是两个工地 那两个工地 其中一个是基台的工地 对 其中一个是基台 那是基台比较靠近 这一次倒塌的民宅吗 对没有错 但是我不能认同的是 蒋湾市长 他早上受访的时候 他说这个因为 还没有开始开挖 所以就没有零损 我觉得就是鬼扯淡 两个月之前 我早就去看过了 所以我认为市长说谎 不然就是被蒙在谷底 好我们来听 高嘉宇的控诉 在讲到我们现在所在的 基台内湖 在这个位置呢 在2015年我担任议员的时候 这里呢 房边有民众私有的 合法的这个围离 但是基台建设呢 为了要申请建造 制造这个两边零路的假象 可以申请比较好的这个农机 甚至建造 因此呢 要求黑衣人应差民众的合法围离 当时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为此召开协调会 没想到基台建设呢 找一个蓝营的明代 不仅是私下来说情 甚至呢两面手法 一方面来说情 另外一方面找媒体 来做恶意的抹黑报导说 我们在护航围禁 但事实上这个围离是合法的 当天呢 基台建设不仅有找了 建管处也找了黑衣人 来欺负民众 甚至事后 基台建设竟然还对我提告 好我们希望高嘉瑜 还是把事情讲清楚 他说基台建设 当时找了黑衣人 找了建管处 同时还找了蓝营明代 这位蓝营明代是谁呢 有护航基台之嫌吗 但我们还是回到 这一次的重大公安意外 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刚刚其实理事长谈到 这一次整个崩塌 最严重的这一栋楼 就是一楼都整个不见的 这栋民宅呢 非常靠近基台大治案 那基台大治案呢 现在有人指一 它的防火墙也好 挡土墙也好 没有做好是吗 我跟各位 那个报告一下 简单报告一下 这个是基台大治案 这个是它的基地 是 崩塌了这个现场 那这个红色这个框框呢 就是最严重塌陷的一个区域 然后那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旁边它是有一栋 也是正在施工的一个大楼 所以说有两个建案嘛 对 但是它施工的方式是不一样 这是一般的传统式开挖 这是一般的一个逆党式开挖 所以逆党式开挖就是说 一楼做好 然后做地下 一楼 还做地下 都是反方向 反方向 我们一般都是先挖地下室 传统式这样 从那个地梁 然后地下三楼 地下二楼 一楼 然后往上做这样子 我们先让这个事情讲清楚 你属于你的判断 你的专业判断 这栋出事对不对 旁边有两个建案 对 跟这个建案有没有关系 现在因为我直接判断 因为昨天崩塌的时候 对 你有到现场吗 我到现场 那这边的路塌陷的很严重 这边几乎没有塌陷 所以丐业没关系 对 丐业没关系 好 丐业没关系 好 丐业没关系 因为他自己本身 也都整个倒塌了 对 然后呢 包括旁边的林路也都出现 只有这边 这边 这个林路也都出现了崩塌 对 所以我们就来看 到底基态大指案 基态建设是基态大指案 犯了什么错 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 他最大开挖的一个深度 就是11.95公尺 11.95公尺 我是外行 来 世修 11.95公尺 一般来讲 那要不就12不是吗 13 14 15 为什么要11.95 这里头猫腻吗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在这个建筑法规上 这一个大楼 它是地上12层 跟地下3层 它地下3层 一般如果开挖到12米以上 它必须要做结构外省 所谓的结构外省 它要配置至少5位的专业人员 包括了大地技师 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 就像理事长这样的专业人士 去做整个结构外省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蛮麻烦的 所以很多的建商 它是闪这个规定 就是说我挖到 11.95米就好了 我就不用另外再请 这些技师来做这个结构外省 它不在省成本 还省时间 因为这个结构外省 通常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想想看 那是多大一笔费用 那它就很投机啊 是 这个投机 还巧没有能闪过 是 但是必须说 规定就真的是12米 你说它钻这个灰色空间 好像也不能说它犯法 问题是 台北市这个地方的地质 它是一个比较粘土性的性质 所以它开挖的难度 它嫩啊 大直的 它嫩 必须比较软 所以它往下挖的时候 它的难度比较高 成本也比较高 然后它还需要这些连续币去支撑 否则它那个土壤会倒下来 所以它必须要去做一个支撑 那现在目前的情报是 好像当时在开挖这个地方 它的本身就做的不是很精实 所以可能才导致了后续施工上 而且是还有影响到临近的地区 对 但细节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所以李湘因为到了现场嘛 所以你看到的状况啊 那现在因为它是开挖到11.95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这个是只有局部啦 因为现场有了 我有去看 你有去看 有去看 就是因为它没有说完全都 那它是黑到什么程度 已经挖到差不多底了 挖到底了 这个地方就是它要做到B3嘛 所以它已经挖到B3就到了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现场去看的时候 昨天是接到处长的一个电话 那差不多是8点多 8点多我们就到现场 那8点多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一定有声音了 也就是说 已经有声音出来了 那表示说这个支撑 它一定有状况了 冲不住 就是一定有疫警的一个危险了 那我们就说 如果待在这边 我们自己也很危险 真的如果说 我们就到外面来 到外面来 结果差不多11点左右 10点多到10点半之间 就整个崩下来 整个崩下来 整个崩下来 那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它现在一个崩塌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是不是旁边的这个马路有没有 崩塌的这个 马路崩塌的也蛮严重的 这个比较严重嘛 那当然这整个支撑都失效了 那林芒在哪里 林芒就这里 就这一栋嘛 这一栋林芒 出事就这栋林芒 一如往这个我们这个基地 往后撬啊 所以它歪掉了 它歪掉了 对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因为本身这个大指地区 它就是一个软弱土层 软弱土层的话 软弱黏土层 对 软弱黏土层 所谓的它的这个 等于说它的承载力 都很烂的 很烂的 你这边 当然我们这个 现在土地的很稀有 所以你 就是说土地的价值非常高 那你这个 你要为了要这个 我们地下室 又要开发深 为什么要开发深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路 都要有一台车位 对 所以它就往下挖 往下挖的时候 你刚刚这个浪土的时候 你要开发这个地下室 你势必要增加这个 我们旁边的这个 连续币 党土币 党土币的话 你一定要够深 不然的话它就会 这样撬起来 所以它这个党土币 做得不够深吗 也不一定不够深 因为怎么样 我们去的时候 它已经有状况了 现在只能继续图面 那按照我们现在判断的 就是说 它是不是这个现场 是不是有照这个图说 然后我们在 它有没有照图施工 有没有照图施工 然后我们在 这个应该是事后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话 就是说 结果呢 因为它这个 我现在先解释它的原因 这个图囊因为承载不足 就造成 它会被人 帮你 哦 一轮帮你嘛 对 因为要转头嘛 对 头太转了 对 支撑一轮帮你嘛 所以不管是在它上面有什么 那个怪手等等 它一定会摊下来 或旁边的这个 这个向道有没有 它也会摊下来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是现场一个状况 现场拍的照片 现场拍的一个状况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红色框框有没有 黄色框框 屁股往后撬 屁股往后撬是 撬到那个工地那边 所以你看到 你到这边看的话 那个房子就往 那个 往 往后先 反正整个房子已经倾斜了 对啊 你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陈一言提到的就是 里面所有的 裂缝 裂损的位置 通常在这一栋 那现在不敢进去 为什么 这边还 很危险 变危楼了 因为你看我拍机师进去 拜会员进去 不然怎么办呢 对啊有非要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 现在都没有勘察 那等什么时候呢 等现在把那个坑 把它填软 把它先把它填动 把它填起来 昨天 昨天晚上我们先用这个 一半混泥土 先把它填软 但是呢 那个立方数太大了 所以昨天到先 到早上 早上差不多 这个十点左右 才填了 差不多一点五公尺 那现在呢 就紧急用大型 这个卡车 然后印沙土进来 然后用这个 比较快的一个方式 有没有 看了我们这一两天 有没有 先把这个大洞 有没有 先把那个洞填平 填平 填平完之后呢 这边旁边的这个 助展有没有 就会比较稳定 那稳定之后呢 在以后再怎么样看 怎么样散 但是 你说对 那填了之后 我们还有办法找到原因吗 就他那个党土 到底有没有做好 有没有造土做 可以啊 因为那个党土壁不会变 他还是在那里 你说对 你的研判 虽然没想到说 因为现在勘察的不够精准 但是你要判断 是不是真的是在党土强 和连续 并没有做好造成的危机 这个也都是原因 可能性比较大 就有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是不是 这等多不够 灌入身 我问你 这刑部有差多少吗 有啊 差多少 对啊 就是说你 这是一百月 百多万的房子 他的生意这要做吗 对啦 当然是这样啦 但是就是说 因为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 因为这些都做到那个土壁面 土壁面 所以看不下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偷工减料 不 不 不排除 不 应该是这么说啦 就是说 以这个商业利益来看的话 就是说地下工程 它都摆在地下室嘛 看不到嘛 你不像那个 商务建筑物的话 我这里泰鲁用比较漂亮的 那个什么 大理石用比较漂亮的 你们看得有吗 但是这个安全 息息相关呢 所以这个就是安全嘛 所以你这个建商要有那个 职业导的 不良心 你看 你这么 这么一个崩塌 有没有 你损失的这个代价 有没有 比这个多啊 你也省那么一点点 有没有 那个代价真的太高了 而且你看旁边的领防 都已经下去了 好 你在这里我找问一下 好 所以第一个可能 它真的为了节省成本 这个 这个连续币没有做好做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在这个危机 还会持续扩大吗 因为现在已经一栋楼 已经崩塌了 对不对 现在说 只要三栋 有人说五栋 有人说六栋 因为旁边开始都有必须了 所以这个危机会持续扩大吗 住在附近的民众 现在刷得要死 好 OK 现在因为早上 我有召集我们这个 差不多八九个那个机师 到现场 那这个也是这个 市民所关心的问题 除了这一栋之外 其他有没有状况 所以呢 我就拍机师 这边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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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都要检查嘛 中央都要检查 中央都检查 好不好 是这样 不是状况这个不好 就是还可以在容许之内 那现在呢 还要再做测量 现在还在做测量当中 那等一下会把那些数据 我都回报给那个市府的长官 让他们做一个判断 但是呢 可以很显然 这一栋一定要拆 这一栋要拆 因为这就变成一个尾楼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天空栽 会不会造成这边的 其他大楼的一个影响 因为现在说五六栋楼 他们自己发现 不管是墙壁均利也好 还是淋水也好 他们发现 他们都有受到影响 所以啊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 当务之急 就是把这个栋有没有 放起来 然后他就土压力 他就会平衡 然后呢 把那个受灾 现在这个災损的情况有没有 就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不排除还会扩大为止 结果他填的越慢有没有 你填的越慢 越危险 越危险嘛 所以要 尽量就用最快速的方式 所以你看昨天晚上 是不是就是一般分离租车 赶快就 赶快就要进来 就是用 一粒一粒空一粒空进去 把那个坑洞有没有 先把它灌起来 让那个土压力平衡 旁边的这个什么 因为旁边也有那个学校 道名学校 你看这个旁边的道名学校 那个操场 有没有 都已经这个规裂了 连学校都收到影响 刚刚不是说那个巷道 他不是踏县吗 巷道的旁边就是道名学校 好 我们会持续在追踪 大直崩塌案 几切带您来关心的是 郭台铭启动联署作业之后 在今天他说 国民党持续的在卡我 算难听得党的选吗 我绝对不支持 但是这是过程 让我连署到一定的程度 那政务 给了很多的主脑 我现在要连署也是一样 他也开始给我很多主脑 他不主脑 他就不叫民进党 我们只能要连署 他一定给我改的 他最好是我连署不成 好 所以我们看到 郭台铭说我连署路非常艰辛 不是只有国民党卡我 他说民进党也卡我 所以之前他在连署之前 大家就说他一旦启动连署 民进党会帮忙 不见得有帮忙了 但是到底是 国民党民进党在卡郭台铭 还是这些派系龙头 派系要脚自己打推堂鼓呢 现在来说谈钱很熟气 郭董讲了 但是还是要讲 现在地方传出来说 郭董不是说之前要办一些活动 你要知道办活动造势 游览车要先订 现在是选举忘记 现在不到半年了 通常很多东西 你要去跟游览车的公司业者 booking起来 还有包括地方派系也传出来 本来讲好的 要跟他们订这些 什么音响设备的这些厂商 要他们派系去找人找厂商 怎么活动后来取消了 订金也还没付 结果这样子 后来他们就那怎么合作 就讲说郭董那边申请的这个钱 可能要按照这个大公司的 时报时销 那请问他们到底这个钱怎么付 那如果地方派系没有这些钱 去帮他们去找人 找厂商 找动员 去booking的话 情况怎么进行下去 那郭董当然就没办法怪人家 没办法怪地方派系说 就不帮你动员 不帮你找人 你活动场次也先后取消 那你怎么办活动 那人家看到的这个 并不是像大公司要申请合销 单据干嘛的 或者是办活动这么防杂 通常选举跟这个企业不一样 那请问一下因为你有很多选举的经验 拼孙企业跟有法导航都有法票 不可能 甚至你有些可能就是没有收据 如果除非你有些公司他有登记公司 比如说什么可能会拿不到发票呢 比如说你可能你要叫他们那个坐五台车 他可能就没发票啊 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样一般的这个 你出来坐那个动员的时候 游览车他可能还是有发票 可能还有收据 不见得是发票 所以不见得每一个选举活动 你都有发票收据可以去取代 你可能还去 厂商可能还去找收据 而且他会跟你讲 如果要找发票找收据 他们要负担那个成本 要百分之五的钱 好 那郭总可能是企业家出身 他认为财务要走标准流程 SOP 可这在选举上好像行不通 我就说他不是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 我们自己我自己打过 非典政治人物 我打过选举 我打过总统 县市长跟立委 确实在选举的过程中 很多的金流是 甚至现金交易 所以现在是不是因为 经费合效的问题 造成很多地方派系 打了退堂股 但这倒不是主因 不是主因吗 因为那一些过去郭董 在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 也都过办过 这些地方的活动 那这部分的这些付款啊 支付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现在 才突然传出这个声音呢 其实主要还是 是国民党在兼必亲爷嘛 真正被国民党卡的是 党纪的部分 包括我们在参选前几天 我们就跟地方空口沟通说 当天参选就感谢各位 但不用来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国民党要动手了 所以我们都尊重他们 那之后我们联署开启之后 你们要怎么透过 自己私下人脉 找那些没有党籍的朋友帮忙 我们也都尊重 所以世修认为 关键不在经费合销 关键在国民党祭出了党纪 让这些过去挺郭的动不了 来 老师 对 你看这个范成莲 他因为跟郭董同台 在那个客家大会上 结果被停权 然后失去了中常委的资格 客家委员会主委 客家委员会主委没有了 结果他礼拜三中常会 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 找朱立伦 找不到 去敲黄建廷秘书长的门 找不到 两个人都不理他 我不想讲 朱立伦什么时候这么有底气 之前你们这些议长 对不对 都跟这个郭台铭同台 我们千拜托万拜托 你们理都不理 不当回事 我们看还包含像这个 张华县的议长 甚至我都退党了 我根本不屑一顾 南投县的议长也退党了 跟你中央对着干 那朱立伦好没面子 整个党主席 大家不认为你根本是个虚位的 你没有实权 我这次虎头杂 砸了范成莲 会痛 范成莲痛 跑来求情 所以我觉得朱月伦 这两天信息非常好 我的主席终于有实权了 我的虎头杂一砸 大家会怕 那为什么呢 因为范成莲 他拿了国民党中常委 这个身份到对岸去的话 是总务有封的 因为对对岸来讲 你国民党虽然是在野党 可是你在跟中共来讲 你有所谓的中常委 中共最高层是 七个政治局常委 也是常委 所以他认为说 你范成莲在台湾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因为他是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 去看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兄弟党 所以拿国民党的中常委身份 到中国去 到地方的省的台办 他是买单的 各个地方的党委是买单的 所以横的走 所以为什么范成莲会紧张 我没有中常委这个身份 我就对岸怎么办 我怎么瞧事情 我怎么处理 一般开伤的陈勤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打蛇打到七寸上了 好 这个国民党真的下了众手 难怪郭台铭说 杀自己人 比杀敌人还要来得凶狠 好 我们刚刚谈到 派系是不是打了退糖果 那其实对郭台铭而言 如果要做连署 或者要做陆军动员 更大伪的是云林张家 是花莲王 现在是不是连云林张家 就是阿比跟小富 是不是都撞起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看到好像他们现在 不管是积极度也好 或者是媒体曝光度 因为过去郭台铭走到 哪里都看到他们 现在都没看到 甚至张立善还出来大声抨击 那其实对郭台铭而言 如果要做连署 或者要做陆军动员 更大伪的是云林张家 是花莲王 现在是不是连云林张家 就是阿比跟小富 是不是都撞起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看到好像他们现在 不管是积极度也好 或者是媒体曝光度 因为过去郭台铭走到 哪里都看到他们 现在都没看到 甚至张立善还出来大声抨击 其实我们跟老县长 还有副委员 私底下都还是好朋友 包括我我也认识他们 那你看刚刚影片中 郭董他口误说我们国民党 其实他真的对国民党 还是有感情的 他真的把大家当 那个是口误 我们都不必计较 但是重点是 今天国民党祭出党祭 那毕竟比如说 像是张立善县长 傅昆奇委员 尤其是副委员 他今年还要再选立委 如果他表态力挺郭台铭 那是不是马上 那个党籍就被拔掉了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都跟地方的朋友 有沟通 而且都说我们尊重各位 因为我还是要再再再强调一次 选举只是一时的 人生跟政治才是长久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不需要这样子 恐吓自己的党员 选举大家就良心竞争了 这是不是已经造成了 现在的局面真的很多 过去力挺郭台铭的 铁杆子部队 现在已经不敢动了 他们表面上 真的就是受到国民党的 那私底下还有在动吗 私底下我们都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我们都跟他们说 我们不希望造成任何人的麻烦 因为选举就是要给人方便 那师兄你现在 对于联署的三十万份 仍然持有同样高的信息吗 基本门票这三十万张 我应该是可以确保 但是你说要冲到多高 那我全力以赴 好来朗东来讲一下民调 我听到的是说 目前民进党高层进种 也是有点担心 郭台铭联署冲太高 你之前不是说民进党会帮忙 或者是绿营的支持者会帮忙 基层有些人觉得说 听说好像每帮郭台铭 去申请一个联署战 个人就拿十万 有这样的一个听说 所以很多里长五党级的 做一个联署战可以申请十万块吗 应该是没那么多钱 因为一个站点 一个站点是他那个场地租金 还要聘店员 就好像你开一个首摇饮料店 全国展店 所以你们会补贴租金跟店员 会会会会 因为郭伴确实也在各地 全国各线租场地 可能本来三大没工 有的房间比较多 有一些里长本来就有服务处 直接给你当站 但是不可以用服务处来做 他家旁边就有房子 我们就是跟他说 因为他的服务处是领工家薪水的 隔壁的旁边放个摊子 那就变成说有一些 可能原本无党籍但挺绿的 或者绿的旅长 想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让郭台铭 真的错百万两百万联署的话 他就把克文这整个吃掉了之后 反而赖清德也很难打 所以说现在绿营党中央 也都下去说 郭台铭就心理支持就好 你不要去帮他 心理支持 你们民进党说要对郭台铭心理支持 你不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去帮他联署 你就看戏 看他去跟国民党之间 说我们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就好 不要做具体的行动 绿营的支持者也不要具体的去联署 终于在今天知道 郭台铭最好的朋友是民进党 其实也不能说好朋友 我觉得现在有点奇怪 你心理支持你们 我现在觉得有点奇怪 前阵子那时候一直在说 郭董当然会选 郭董以前民调很高 现在民调到底有没有消风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刚参选 我们现在就 好这是一份 针对中间选民所做的民调 针对中间选民所做的民调 郭台铭倒是非常高 高达24% 克文哲21% 赖青的17% 侯友宇11% 这是TVBS的民调当中 特别挑出在中间选民的部分 所做的分析 所以你看 包括像蓝绿白三位候选人 尤其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们现在在固守的 自己的政党基本盘 而郭台铭他一参选 他吸引到了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制度 甚至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投票的 因为郭台铭参选 而愿意站出来投票 这个风潮 有没有点像当年的韩国瑜 所以国民党当然会怕 他当然要兼蔽亲野 民进党看来也会怕 因为那时候被韩国瑜打的PTSD 所以郭台铭现在 前阵子他们说 郭董小红 不用怕 他就是老四 结果我们出来 蓝绿都是大阵仗的严正以待 好像你们嘴巴说的 跟手上做的不太一样 但没关系 选举就是良性竞争 我们全力以赴表现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诉求的是全体民众 不是你们的党员 是全体的台湾人 好 问题是我们回到 戏卡都的民调 这是中间选民 光靠中间选民也没得到 所以我们要来看 他得靠全民支持 我们来看如果是 戏卡都TVBS的民调 郭台铭确实还是吃老四便当 只有14% 那么甚至有专家分析 在这个年龄层的结构会发现 就算柯文哲 加侯友宜 加郭台铭 1加1加1也不会大于3 他的逻辑是 因为一旦他们三个结合 可能有一些讨厌蓝 讨厌绿的 那他就不投了 或者侯友宜跟柯文哲结合也好 或者是郭台铭跟柯文哲结合 或者三个人不管怎么整合 总是会有一部分 对政打业务的人 因为这样而不投了 是 当然 但是选举跟算票 他不是单纯的加法 比如说像刚才上一张这个民调 郭台铭虽然排老四 可是他的支持度 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 大家设想看看 如果今天郭台铭跟 目前在野最高的柯文哲合起来了 当然不可能说 23加14直接变成37% 没那么高 可是有没有可能冲到30%出头 就赢过赖清德了 再加上如果连侯友宜 都会支持这个团队的组合 他的19%会不会分 至少大概一半左右 可以接受郭柯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稳超胜算 真的能够实现政党轮替 大家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有些改变 因为我连续看到他们有些操作 一方面说 我们已经跟民众党已经准备要 9月先谈立委 10位再谈总统 结果隔天民众党说胡说八道 没有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我太熟悉国民党了 国民党长年以来 这就是他的风格 放话的操作的风格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上周 明明第一时间 所以现在三分小猪碰面之间 是还没有新的突破和进展 目前 还是原地踏步 进度好像卡住了 因为第一时间 侯市长接球说愿意喝咖啡 我们很开心 但是后来过了几天 国民党开始兼蔽亲眼 侯市长那边 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可是好像一直没有具体的进度推进 所以我们判断是 有一些主战派在阻碍整合